第二个议题呢 其实我看到啊 我有点麻木 反正这个人就是烂人 再出现这一个对国军负面形象的这些报道 对我已经好像我已经麻木不忍 反正这个人在我既定印象里面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你一个人 对国军的形象破坏 就已经很可恶了 竟然有人可以接二连三 来破坏扼杀国军形象 这种人不是败类是什么 我们以前在部队犯了一个错 乃至于没有犯错 以及有一点点征后 我们都会很紧张 完蛋了 我破坏部队团结 我破坏部队形象 人家一定对我们不二连指指点点的 心里都很紧张 不然就说 谁谁谁你包啊 你一听到学长说你包了 你出包了 你都很紧张 还不一定陈主 你可能只是出包 你都很紧张 会影响这个部队的这个形象 或者是你自己可能遭受到陈主 但是呢 竟然有一个高阶的人员 少将阶的人员 可以接二连三 这样一直破坏国军的形象 你说这是不是烂人 你说这是不是败类 当然是啊 有什么不是的 破坏国军形象是何等重的罪 但是你却可以 接二连三的一直发生 但是呢 你自己完全觉得这是正常事件 所以你说这样的将军 这样的少将我们要不要严厉的谴责他 不过你谴责也没有用 因为他都觉得他自己做的是对的 很多到某一个阶段的长官 或者是你心中有既定印象 就觉得我是长官 我所有做的事都是最对的 一切按照我的说法下去做就对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打脸长官的原因 因为现在是依法行政的年代 你所有的做法 或是所有的命令 都要依据相关规定来下达 或是执行 你不能说我今天长官想怎样就怎样 我不能说 今天那个银色准备费还剩那么多 是不是 把他的空收据结出来 我来发奖金给大家 请问可以吗 公款法用 这在我们公务人员里面 是非常严格要去遵循的 所有被判贪污的人员 都是因为没有公款法用 甚至有一些人公款公用 一样有瑕疵 可能也会判贪污 所以依法行政在现今这个年代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 你所有的做法 规范 行为 都要依据相关的规范 规定 准则 办法 叫犯 依据 来做 这个 来依循 你不能说我今天是长官 我少将 少将 我看 跟他赛 是不是 你如果没有按照国军相关规范来办理 我觉得你就是一个烂人 甚至有人接二连三的 那你就是个王八 是不是 一次破坏国军形象就已经了不起了 我还不曾破坏国军形象 对不对 你看哦 能一个人两次破坏国军形象就已经天方夜谭 国军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可以破坏国军形象两次 有谁 没有人 就只有你这个败类 你可以破坏国军形象三次 我真的也觉得 我非常看为官职 对不对 我非常感叹国军竟然可以出现这种败类 还少将 所以我对这个人 其实我在第一次说他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人如果再当下去一定是国军的问题 没想到隔一年又出事 我再说明一次 现在又出事 我再跟大家说明一次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多败类了 好 这个人多败类 我是觉得 如果我第一次说明他的时候 国防部乃至于总统府当机立断 不要给他升少将 没有这些事 又讲到我之前担任对职官 学校对职官的时候 我曾经让一个人员踢平 我吉利他一定要踢平 因为符合我们学校规定 他就是要踢平 后来呢 校长保他 重新开了会议 他平安度过 我就直接在会议里面讲 如果他哪一天升官了 除了什么事 不要说我 我是要让他踢平的 以后有什么事 你们自己负责 就跟这个案例一样 当初他体能不合格的时候 你就不要让他升少将就好了 就没有接下来的是 最大年限28年 也一两年30年 让他退伍 不要让他升少将 升少将他的年限会增加 让他做坏事的时间也增加了 所以你当初不听我的嘛 你就一定要让他升少将嘛 那我当然也没办法 你只是多了一个国军的败类 这样子而已 他以后一定会出事 所以当初啊 我对于这个 我这个人也不是说 一定要强迫大家 体能一定要很猛 我都没有讲过 我都曾经跟大家讲 现在国军对于体能战技的评判 就是合格就好 你也不用说 我每项都100分 我从来没有讲 虽然我自己体能还不错 但是我从来不曾要求我的部署 每一项都要100分 因为国军现在对于体能评判是合格率 你只要合格 你该员就是单位的合格人员 我从来没有说体能要很好 你就按照你的年纪 该做怎么样的合格标准 你按照那个合格标准去做 我就很开心了 那你上校你的年纪有你相关的体能合格标注 我也不会说你上校一定要跑到这个12分 3000公尺一定要跑到12分 我都没有讲 那当然了 有40几岁的上校一样跑到12分 有没有 有啊 53期的合能 这个罗斯平 他们在我当测验官测验他们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都上校了 40几岁一样跑12分多 还是有这种人吗 还是有 但是我并没有说你任何长官 你一定要体能这个12分都没有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个上校 到之前上校 他当初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能力 一定要让他升少将 我觉得国军没有什么 没有你一定不行的这种人 没有了 只要有一个人去接位置 绝对都可以了 所以呢 当初他都要用五公里见走 去代替3000公尺跑步 我就已经很不舒服了 因为你用替代方案 你用替代方案 是不可以晋升上阶的 你用替代方案 可以说你这个人合格 你这个人体能合格 但是如果要检讨 进任上阶 是不能纳入检讨的 所以你说你待过特殊部队 你去哪里受过去 那都是屁 我只知道你当年度的体能测验 是用五公里见走去替代你的3000公尺跑步 我那时候就非常不少 因为依照人事作业规定 你用替代方案的人不得晋升上阶 不得晋升上阶 那请问他为什么可以升少将 我就觉得很奇怪 难道人事法规 人事规定 比你长官任何人的一句话还不重要吗 那就以后长官说的话就算就好了 就不用规定了 你长官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就是你要说靠关系吗 或许也是吧 你要说靠年纪吗 可能或许也是吧 或者说你要靠他以前曾在特殊部队待过 可能也是不要以为只有你在特殊部队待过 是不是 很多人都在特殊部队待过 我也没这样 我也没有要退伍前 跟大家讲说 我现在随便跑20几分 他们也会给我记及格 因为我以前丰功伪贴过 我也从来不成这样讲 我在退伍之前体能一样都还在 我还记得还是300战士吧 我最后一次测验的时候还是300战士 我还记得有在我Facebook上面贴出 我最后一次测验的成绩单 我一样是300战士 但是这不是重点 我刚才提过了 你只要合格就好 那你从第一次 体能用剑走去替代 就已经是非常丢脸 全国皆知的事 让你晋升少将之后 你还可以在测验的时候 篡改成绩 然后也是搞得全台湾都知道你的事 然后呢 再隔一两年 你又发生了 在路边抢滚这个马尾妹的 情势发生 那国安局局长震怒了嘛 就说如果有这个事实的话 就查办 这个不是查办的问题那么简单 你想一想 以这样烂的人 经过了这么多严格的考验之后 还可以顺利平安的存活到现在 你就可以想象说 好啦 就算你严格去查办 最后的陈处是什么 好 你可能会跟我讲 这次我们绝不宽戴 给他记过一次 或是记大过一次 那对他有什么影响 那对他有什么影响 你这一季给他记大过一次 你下一季补他记大功一次 这很容易做到嘛 一个少将 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今天局长 要救他 好啦 先记一个大过 让大家 全国人民都安心啦 你第三季 你补了一个大功 谁知道 没有人知道 你今天记了一支大功 要补他 请问有人知道吗 你会再发新闻稿吗 你别傻了啦 你只会要 以朝天下的事情 发新闻稿 你以后要救他的事 你会发新闻稿吗 不会 除非有人爆料 除非有人事官跳出来 我们局长又给这个少将 记了一支大功 准备要补他之前 在路边亲吻马尾妹的事件 要给他拟贫 对不对 如果有人事官跳出来 但是人事官 你觉得他会那么笨 跳出来吗 能知道这个奖励案的有谁 人事官跟其中几个 投票委员而已 那你如果爆出来 一定是那几个人嘛 所以人事官 他了不起一个少校 中校 他以后的路还很长 他不可能爆料种事 所以呢 你今天国安局正怒回应 我就看你最后存储是什么 有种你就把它撤职 但是你没走 你不敢 你不敢 你一定会 记个过 记个大过 稍微 这个平复一下 所有民众的心 到最后他继续干 信不信 由大家了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 你说他是不是国君的败类 绝对是国君的败类 一次影响国君形象 已经非常了不起 你可以第二次 又影响国君的形象 你可以第三次 还是影响国君的形象 你说这个人 是不是败类 绝对是个败类 所以呢 我希望这个长官啊 你也不要人家讲 自己办理退伍吧 非常的丢脸 十分的丢脸 我如果是你啊 我第一次啊 影响国君形象 那次后 我就乖乖的 平安的让自己 到最大年线退伍 你不是 你就是要这么招摇 你就是要这么犯差 难怪成为人民 全民攻击的对象嘛 没有人一个军人 像你这样可以 接二连三 我们看看 以前发生了 新闻事件的那些人员 那些不管什么 各阶士官士兵 上校少将的阶层 有没有人敢 影响国君形象第二次 Nobody 没有人敢 就只有你 真的是了不起 你可以影响国君三次 破坏国君三次的形象 我真的觉得 如果我是你啊 我真的是 大假戏没有盖子啊 很丢脸 很丢脸 非常的丢脸 希望你自己有种一点啊 听怪物一席话 自己打报告退伍 自己打报告退伍 我还觉得不能同情你了 你还可以开始领少教的乐退奉 是不是 非常丢脸 我觉得如果你有心的话 赶快打报告退伍 不然呢 第四次 第四次的破坏国君形象 可能就会发生 而且你要想一想 你这个人呢 我觉得你被盯上了 我觉得你被盯上了 你从第一次 当然了 我们姑且不论 军中晋升的那些角力 我们也不论 因为我知道那个过程也是相当的艰辛嘛 你要爬上去也是一条很艰辛的路 我自己也曾经在那个过程当中这样上来 你在第一次用走的升少将被人家爆出来 你就要有所警惕 你是不是真的在晋升过程中 或者是在领导过程中 有没有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 或是对其他人不当的一些作为 那你第二次再被报 你就要非常非常非常谨慎的 再做接下来的事 因为你被盯上了 所以你被人家盯上之后 他就一直找你的小辫子 一找到就要把你这个突发出 就要把你爆发出来 他的想法就是要把你拉下来 可能是他自己要晋升上街 或者是其他人员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你是被盯上了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 你已经破坏国君形象三次了 赶快办理退伍 赶快办理退伍 是对你最好的一种选择 因为你再接下去 我相信那个人会虎视眈眈的一直看你 你现在的这些作为 可能不至于法办 但不代表你以后的作为不会法办 哪一天他找到一个你可以把你关起来的一个市政 你就完蛋了 所以我还是觉得忠心的建议你 赶快办理退伍 不要再当国君的败类了 这个是第二点要跟大家做分享的 还有谁 只有百费非常的低 所以谢谢您的加入 政党案你好 政党案的朋友 5公里47走完 不是啊 不是时间的问题 我觉得你用替代方案 这个才是我的重点 你说你几分走完 我只判定你合格不合格 然后最后判定是他合格 但是那个场地的测验官都很多问题了 我就觉得 就是要让他升少将的那种感觉了 所以我为什么对他的第一次 晋升少将那个体能测验 我批判的非常的严重 因为就是要让你升 是不是 所有人都要去体测中心 就你这个上校不用 为什么 我就问为什么 我就问为什么你不用 所有的上校都要去体测中心 为什么你不用 你就可以在国防部跨一个距离 然后自己在那边 自己一个人快快乐乐的在那边跑步 测验官也是临时编组 也没有什么相关的这个测验官编组名册 由军团指挥部陆境司令部做合定 都没有 你说这样的体能测验能算公正吗 我觉得非常的恶劣 一看就知道要给他一个体测成绩而已 非常的让人觉得不齿 但是他就愿意这样升少将 我也没办法 我当初就跟他讲了 你用这种方式升少将 以后一辈子 你一辈子都要被人家指指点点的 你是那个体能不过升少将的人 一辈子 人家会说你一辈子 我就永远会记住 绝对是一辈子 这个人的名字会烙印在我的脑海到我死去 所以你愿意这样吗 如果是我不愿意 太丢脸了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要承担一切的后果 没有办法 你已经做了 这个没有办法了 我记得有一次 也是国安军情的一个少将长官 这个新闻也有报 他只是在一次的英文的测验当中 作弊 直接拔掉了 作弊就拔掉了 应该也是畅改成绩 就直接拔掉了 他也少将 韩米学长 他53期的 姓唐 我以前被他带过 他也是我们空特部的长官 跳伞部队出来的 后来去军情局 我记得好像军情局 去军情局 一样少将 一样是篡改成绩 但是他是篡改英文的成绩 结果他就直接拔掉了 你真的很了不起 你第二次影响国军形象 破坏国军形象 是篡改你的测验成绩 体能测验成绩 你也没事继续干 然后就有第三次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国军 不要太保护一个人 该太除的就太除 不然他一定会成为你以后破坏国军的一个爆发点 他都敢这样做了 你怎么知道他以后不会爆发更大的一件事 肯定会吧 唯一的方法就直接把他抬除 让他退伍 但是你国军没走 不敢这样做 因为他后面是谁谁谁 曾经当过谁谁谁的警卫市主任副主任 然后你不敢动他 你国军也是真闹 如果是我早就把他弄退伍了 这还有什么话好好讲 就是因为你不敢 所以就第三次破坏国军的这个形象的案件发生了 你国军自己也要摸摸鼻子 谁叫你没走 对啊 所以就第三次了 所以还是 我还是认为了 你这个少将 真的了 很丢脸了 自己打爆发退伍了 很丢脸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丢脸 自己打爆发退伍才是真的 不会影响国军的形象了 对不起 大小 hast的 警察 是